要是你以为国际著名品牌新百轮赞助了冰壶比赛,那就打错特错了。 山寨品牌赛助大赛,这不是品牌和赛事的荣光。 如果冰壶有之,大概也会不好意思的。 看了在苏州举办的首届冰壶世界杯分战赛的某些场景,有可能直接把人弃成一只冰壶。 比赛不弃人,冰壶不弃人,官方赞助弃人。 新百轮云跑,居然成了本次奔战赛的官方赞助品牌,而且还摆在最新目的位置。 不了解新百轮云跑的赶紧找杜娘,我在这里等着你回来。 要是你以为国际著名品牌新百轮赞助了冰壶比赛,那就打错特错了。 告诉你,新百轮云跑和新百轮也就是No Balance,简称NB,完全不是一回事。 但是,让每一个买新百轮云跑的都以为买到的是真。 NB,新百轮云跑看上去很。 NB,说白了,新百轮云跑,就是靠山寨新百轮喜加大。 这样的故事,曾经在南方某些城市流行,原本是个正品代工的,可带着带着,慢慢少了银单,因为正品代工厂为了节省开支,转到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去了。 咱整,山寨般,若干年前的某些电商品财上,这类商品如过江之际。 再后来又不好整了,各种打假,寄予过不了江了,眼看就死瞧瞧了。 咱整,注册商标,好事啊。 然而,人家申请品牌,申请的是一个和正品品牌非常相似的品牌。 这究竟是不忘本,还是不要脸? 要我说,在咱们的地界上,某些鞋场才是,顶级百轮高手,能把万人定住个非兰律务,围绕着NB,组成了唐大道。 NB,家族,什么香港新百轮,什么美国新百轮,什么新百轮宝贝? NB,简直成了一枚被滥用的基因,似曾相实验归来。 燕子,你先别来,NB,已经归来了。 故事讲完了说重点,新百轮宝贝,迅速成为故事里的佼佼者。 在新百轮宝贝的自家官网,带有特殊符号,N字的鞋子亮瞎眼,不仅如此,打入各地商圈,成为鞋中鞋,更是小菜一碟。 的确,你们是拥有了合法的商标权利,可你们咋来的,没点数吗? 的确,你们到了国产品牌往往到不了的某个。 巅峰,但现实中总靠。 模糊战术,卖鞋,真的好吗? 新百轮宝贝,还是新百轮? 鞋上都是。 嗯,消费者分不清。 这是济南日报一篇报道的题目。 报道说,顾客问,为啥新百轮? 这么便宜? 店员就含糊其词说是促销。 而促销广告上写的,就没那么害羞了。 直接写着新百轮,领跑全场八折。 恭喜你们,不仅成了玩弄英文字母的高手,还学会了博大精神的多一点,不得少一点不行的动号艺术。 就不敞开取例子了。 忽悠一种就是不长久的。 这些年,无论是消费群的同诉,还是媒体的揭露,都一浪浪的。 可刚想替新百轮念一句台词。 本宫不辞,而等永远是非。 妃子却成了范式赞助商里的。 咯,这逆袭已经远远超出了吊丝的范围了。 这叫神马式,你这是逼新百轮贩助冰岛吗? 冰湖世界杯好歹,也是世界性赛事。 如此不拘小节。 令人反问,品牌的专名是其一,有官方念不加珍选是其二。 想想上月新百轮云跑,与中国冰湖协会签军,就如耿在喉。 没人能否认你新百轮云跑的。 本室,但是作为中国制造中的一员,咱不能这样自欺欺人,自取其辱下去。 我们需要的是创新,而不是创新。 靠山寨法则竞争,早就是一条断头路。 当然,更改延伸开来的话题,是如何进一步遏制山寨行为,至少做到不让这些山寨品牌,冲出亚洲走向世界。 这是一个宏大的叙事主题。 回到本条新闻,山寨品牌赞助大赛,这根本不是品牌和赛事的荣光。 如果冰湖有之,大概也会不好意思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